从没有记忆 完全没有 到有间接的 断断续续的记忆 我们生命到了这一段 那个时候我还有一句名言 说 我长大的 你们就变小了 听起来 我们普通人觉得 他是玩笑话 实际上这是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轮回了 你没接触过 没见识过 你就那么一听 他们的笑话也好 小时候其实我开窍 比较晚 但是 我不得不隆重的 感谢我的父亲 他有心有意地 培养我 只不过他的一些方法 有些是好的 有些 不知道 至少现阶段看来 未必是好的 就是他 提长过很多方面的 何其兴趣 这个当中 如果是对学问的追求 固然好 但是他很早 那时候他也 有所 后悔 他平时也不言语 我们之前很少对话 但是一年没有几句话 因为他是西方思想 我们一聊 就吵 而且全家人都认为 你搞这些 讲这些 都是 先赚到钱的 怎么样 生活先赋予 就老一套 甚至老辈人 更注重 一一跟十 就无可厚非的 这个是基础 但是他也过于强调这个 我父亲早年 其实我们 整个的置顶视频 好像第一个就说过 他教我 每周 都去看这个探索时代 了解这个 最前沿的 一些科技 他们认为的真理 看动物世界 因为了解这是 自然的本性 若如强识 试着生存的 大尔文进化这一套 那么后来 从这个当中 相当一段时间 是认为是 他对的 从小也是嘴里 一直 讲 从来不信迷信 甚至跟我最要好的弟弟 我们成为这句话 口头禅 对他们讲的话 只要认为有意义 我们就这样说 很可爱 我跟我弟弟 从小 童年时 可以讲 近乎一起长大 反正每到周末 和节假日 我心底 最想的 最希望的 就是能跟他 相聚 回到爷爷奶奶家 那个家从小还是 有所温暖 尤其是我奶奶 那我弟弟跟我差三岁 我们两个性格 恰恰小伙 拿出八字来一看 两个假目 一个顺身 一个逆手 你猜我是哪一个 我是带着他 半带着他 玩大的 他虽然是我的堂弟 但是比起 我父亲那一辈 要更亲得多 可能跟独生有关系吧 那反正各种的缘分 那个才是更纠静一点 但是我们看不到 也说不清 然后 过早的 让我们接触到了 这个游戏 说些 这个就很麻烦 这个是在 我们下节课再说吧 赢呢 这些人打开了 这个 电子